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着闹更看门大 我是安卓哥 中华职棒34年台湾大赛即将开打 富翁在总冠军赛中出现过不少表现优异的球员 其中2015年拉宾狗队羊头明星 更是让人记忆深刻 本集我们就带各位回顾这位明星羊头 明星Pat Mitch 富翁有过6年大联盟之力 分别效力救济三巨人队和纽约大度会队 其中在2010年10月1号效力大度会时 迎战国民队的比赛 单场送出10张老K 拿手的曲球和变速球让国民队打者束手无策 是其大联盟生涯代表作 2015年下半季来台加盟Lamigo桃源 来到中指打球后 明星前面5场出赛表现不是很稳定 加上刚好遇到弹力球年代 账面上成绩不是很理想 不过球季最后5战 明星马上调整好状况 交出市场优质表现 其中对战中信兄弟市场先发拿下4胜 防御率2.52倍上累率1.32 是真宗对战中信兄弟的羊猴当中 表现最优异的 因此明星也获得台湾大赛首战先发 而明星也不负所托 首战先发交出7局13分优质先发 帮助Lamigo取得开门红 只不过在第四战明星的状况就不是很理想 主投三局就失掉了4分 并且让原队动用了6位牛棚投手 最终第四战Lamigo出球后 陷入一胜三败的绝境当中 同时牛棚投手在前四场比赛 也是大量的燃烧使用 局面对Lamigo队相当不利 倾劳在第五战王一阵义负单关 玩头九局 成功帮助球队延长战线来到第六战 并且给予所有投手获得喘息机会多休息一天 明星经过两天的休息后 被随战第六战做好待命 八局战半相对两出局攻占满壘 这时原队指顶先两分 明星立即上来救援 明队蒋之先打击来到满球数之后 卡特球接近好球带外脚膝盖高度 没有获得主神青睐 判定坏球保送 明星气得跟主神苏建文咆哮抗议 时任原队总教练红一中健壮 立刻跨栏重进场内 并跑到明星和苏建文中间 将明星给隔开来 让苏建文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 过程中虽有激烈争吵 苏建文也给予红一中一次警告 苏建文多年后受访提到这次画面 他表示当时看到明星抗议动作很激烈 他走上前去观察 如果明星情绪有缓和 那就给他警告 如果还在抗议 就准备把他赶出去 而红一中冲出来像是劝架的动作拉开他 然后跟他说 你不要把我的头手赶出去 若当时红一中再慢一点上来 可能明星就会被他赶出去了 对于该场比赛可能就有不同结局 对于这个关键跨栏动作来说 红一中看似轻松跨越 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和难度 像是大联盟天使队投手Arch Bradley 在一次板凳清空冲突中 从休息室跨栏重进场 但却被护栏半岛叠趴在地上 然后意外造成右手肘骨折 另外像是2023年经典赛决赛 正当大谷香平投出在建三阵后 日本对全员兴奋的冲进场 这时几天阵上想要扩栏冲出来时 却也是不小心扩栏失败跌倒在地 样子实在有够球 因此红一中这次的跨栏其实相当的不简单 倘若他没跨成功跌倒 有可能慢一步之下 明星就被苏建文给赶出场 最终明星情绪稳定住之后 成功三阵的许姬红化解危机 明星这次成功的中继 使球队能够延续到第七站的关键 赛后原队教练团问他 隔天第七站能否先发 明星则表示当晚在睡觉时 梦到他在第七站投出无万大比赛 早上起床时感到身体状况非常好 于是就跟教练团表示可以先发 第七站明星威风八面 二局上半面对彭正敏 一号两坏之后 编输球走在好球袋外角边缘 打者棒子要挥不挥 但主审直接认定是好球 继续编输球投在好球袋外角低角度 交完下坠掉得又快又急 打者出棒稍快挥空 遭到三阵 下一棒打者蒋志仙打击 满球数之后 编输球攻外角 交完变化下坠幅度吸力 再次让打者挥空 躲下三阵 四局上半陈志豪打击一号球后 编输球内角脊坠成功掉中打者挥空 之后两号一坏时 曲球从打者背后突然转进好球袋内角 三阵了陈志豪 这球转的角度大 打者发现球转进来时 已经来不及出棒 相当犀利 八局上半面对彭正敏 编输球精准投在好球袋外角进雷 一号一坏之后 卡特球投在好球袋外角 打者没能掌握球的变化幅度挥空 最后适逢速球精准塞在好球袋内角 将打者给冷冻在打击区 三阵出局 原队捕手刘思豪在第五战开始担任先发 不同的配球四位想法 也成功压制向队攻击 而这场比赛刘思豪 是第二次跟明星搭配 上一次就是第六战 这场两人的配合相当有默契 最终完头九局没有让向队敲出弯打 仅靠一次保重上壘 投出时尚首场总冠军赛 无弯打比赛 顺利帮助球队拿下台湾大赛总冠军